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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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好 我是你老朋友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全三色對決 最汹湧的女英雄 小青打野 那首先呢如果喜歡影片記得幫我們點個喜歡 訂閱頻道呢才不會錯過影片通知 那右上角是我們的出裝以及ROE 右下角是我們的核心魔紋 那每部影片都會有人問的關係喔 魔紋呢我們只提供核心魔紋 關於小魔紋呢基本上帶死神連刀全攻擊就沒問題 小魔紋不管怎麼帶呢影響其實沒那麼大喔 有帶就有屬性嘛 那我特別說一說右上角出裝的部分喔 冰袍跟聖劍呢也可以換成全能跟王者 完全是看你個人的喜好 由於小青的普攻動畫非常快喔 使用技能之後呢馬上就會接普攻 所以很容易觸發冰袍 那小青不像坑里納靠全部技能砸下去就殺人 小青可以的話最好在技能裡面懸戒普攻 主要是我們普攻的動畫非常非常快 你熟練的話呢可以懸戒的天翼無縫 這裡我們先上個四等 注意一下我們技能快等就好 好可惜喔 原來沃瑪爾跟菲尼克是這麼OP的組合 沃瑪爾的雲眩 敲飛擊飛 把我們盯在原地呢 再接菲尼克的雲眩 讓我們完全動不了 那就算了吧 這波下路之旅呢沒有什麼收穫 那沒關係 不能灰心 我們家藍也開出來 先去吃一吃 小心啊這個版本其實有經過大幅改強 跟之前的比 主要是我們的大招 不再接受任性影響 以前呢如果你有魔防鞋的話 我們的大招是暈不了人的 現在不管你有什麼鞋 早暈無誤 這個沃瑪爾看起來是一個吸睛 給他把那個奧斯卡給他 感覺他應該知道我在喔 一直在演戲 還是他在看直播 沒有吧 這邊本來想要一起清掉兵線呢 然後往下壓 準備拿個龍之類的 遇到個洛克俠 喔這場我們的輔助是超人喔 還不錯下面有收到敵方的射手 前面呢光了輪接 這時間呢用來刷野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就像投資嘛有賺有賠 我們剛把我們時間呢投資在中路 想要蹲在哥德爾 進夜叉抓到弗洛倫 把他推回來 喔我們的推不知道為什麼卡住了喔 這邊有點麻煩喔 不確定是判定問題還是buck OK 是一個涼涼的開局 那每次立封場呢 我們就必須得說 立封才好看嘛 OK 笑一下卡 把龍拉出來 傷害能躲就躲前面不要吃太多 OK看來是我們的 這條龍就是我們的囉 沒問題 成功拿下魔龍 幫我們隊友增添點經濟 還有等級 看能不能把這個的推牆 一套請他吃 剩一小隔血 喔我們羅做得不錯把他收掉了 稍微得一等 遠程二技能破防 他靠近點 隔牆揍他兩拳再衝過去 這波挺不錯的吧 隔牆打牛 好啦這裡接下來沒有我們的事 接著發育 這波我們天然三個助攻 比數反超三個頭 我們的兔子可以啊下路 他殺了狐狸兩次了 中路我們技能已經冷卻好了 可以注意到小青的技能呢 算是冷卻很快的 找到洛克俠 後面還有一個弗洛倫喔 得洛倫靠近點線 推個牆 我們這波強調洛克俠 觸發第二段 第二段附帶斬殺效果 敵方越少血呢 我們踢過去傷害越高 先收掉敵方弗洛倫 而我們的戰績呢 也破蛋了喔 拿了我們自己的第一個人頭 這一場呢我們可不想躺喔 我們的目標呢是MVP 狐狸俠 把他推牆 二技能 破防王 一腳踢過去 收割 這時候我們還有一技啊 隨心所欲的隨便走 小青普攻會回復生命值 要記得多點普攻呢 我們很快就滿水了 還有啊我腳下有個八卦圖 有三層 每次使用技能呢 都會點一層喔 三層代表三層加物防 有很高的物理防禦 秒了這個沃瑪爾 還踩敵方中路塔 小青呢會這麼硬 主要是物防高 還有被動會回血喔 有很不錯的續戰力 但是我們還是會怕魔法傷害喔 比如克里希之類的 一個轟炸呢 就通的不得了 這個藍就給蘿兒吧 看來蘿兒比我更需要一點喔 我們接下來就是 服務大家的赤龍時間 赤龍的效益其實沒那麼高喔 我花那麼多時間吃掉他呢 才加一點錢 比較算是一個服務團隊的精神 赤赤龍的時間呢 我們洗掉一波兵線 或者野怪 或者洗敵方的英雄 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大部分時候呢 我們身為打野 還是要以團隊為導向 舉例舉例啊 如果最近有看直播 好多場我們 前期就大殺特殺 一大堆人頭 很高的經濟很有錢 可是中期開始啊 如果推塔的時候 隊友被敵方受了 還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 在意一下隊友的經濟 他也算是一個媽媽型的角色 這邊要打架了喔 後面收一個殘血的 喔被這個殺人收了 接著我們的狐 沒關係 來收個偽禁大叔握馬喔 之後是這個喔 哥德 推牆 連招帶走 再一腳天殘角 擊飛 扛鋼塔 出來 最後我們的殺人雖然被收了 但狐狸獲勝了他自己的性命 所以不愧 射手換輔助喔 喔別忘了二技能會破防喔 傷害是很高的 推牆 小青的英雄呢 還真的蠻好玩的喔 看來之後 如果看直播的話呢 我要多玩幾場小青 他跟莫拉其實有一點相似 就是有非常獨特的機制 我們都喜歡玩呢有機制獨特 技能操控起來有手感的英雄 小兵先帶一帶 這邊呢單挑 我們應該是打不贏洛克的 誰叫他有免控 他開個大招撞過來呢 我就一命呜呼 我們是假裝打得過他喔 假裝不怕他 如果他真的要轉過來呢 就會出事情 OK這個演技還不錯吧 看來能夠拿個金屍獎 去個威尼斯之類的 喔中路 保護我們的兔子 哎呀 我被莫名其妙的東西 暈著 暈完就死了 感覺是哥德爾的 大炮 然後再介紹莫名其妙的暈眩 沒關係 復活之後一推 這個推可以喔 命中三個人 三個都要死 有賺 我們的兵線在 還OK 這邊呢要做的事情是 保護兵線 把地方英雄趕走 誰過來就推誰 來了吧 推 喔吼吼 把他推得太遠了 這邊還有炮車站喔 要趕緊點塔才對喔 再點一下呢 我們就破了高地 再一下下吧 OK 超人幹的不錯 夜叉回來了 那三個兵線 就交回他 通常呢 那如果隊友有意去撤那個兵線呢 我們都會讓給隊友 那關於撤隊友的兵線這件事情呢 也是有學問的 比如啊你知道他短時間內回不來 他在支援的時候 死掉的時候我們幫忙補線 不然呢就是換線的時候 要判斷一下 至少啊不要 比如你是一個小兔子嘛 新高踩得要去下路收兵線 那我突然走過去攔截他 這樣就很不好了嘛 這波好像可以 先做後排嘛 後排滾走了沒關係前排 這波地標已經分散了 前排往前衝後排往後走 他們一成的陣型被粉碎之後呢 直接毀了 最後五人全滅 有時候就要做到這種效果 我們把後排衝呢 他們的前排往前走 後排往後逃 分散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逐一擊破 最後接回了敵方的主堡 結束這場遊戲 以上是我帶來小青 打野的實戰解說 喜歡影片別忘記按讚 訂閱打開鈴鐺 感謝他的支持 小青玩得好關鍵喔 其實沒那麼難喔 基本上呢找好牆壁 把他們推去牆壁就好了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三恩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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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